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接下来的全国投票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道 那先跟各位做一家预告 今天振华的节目里面准备了 二十颗粽子 天大的好理 那到底这粽子里面包什么呢 等一下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分享 大家务必要把握 这个二十颗名额有限 那么这粽子里面到底是 包着投资人想要的什么呢 那我告诉你 大家一定是 非常的期待一定想要的啦 那里面有秘密 我跟你讲 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节目 回到今天的重点当中 那我们来看台湾股市很有趣 他今天涨了82点 外资大买 对不对 你们想法是什么 再来讲这个节前 这个放假之前股票大涨 外资又大买 显然这个 所谓的端午变盘的说法 不攻自破嘛 对不对 这摆明一副就是 外资跟你讲说 这个指数我加开的啦 对不对 反正我左手有大力光 右手有台积电 只要这两档股票我让他过高 台股指数不拉都难 就这样子 对不对 外资就是 他嘴巴没有这样讲啦 但是心里能不能这样想 你自己去想想看 所以很多人在恐吓各位嘛 说这个盘会掉下来啊 对不对 蛮多的吧 很多空头啊 这就可以用来说明 今天发生市场上一种 非常奇怪的现象 这个放假之前股票大涨 每个人都应该开心 每个人都高兴 每个人都应该打电话回家报喜 我准备了五金的粽子 对不对 我那粽子一颗一千多块 准备带人去吃干贝粽 对不对 鲍鱼粽 没问题 全部我请 大家都赚翻了才对 可是我今天在市场上听到的 哦 怎么涨啊 你做股票还不喜欢涨 为什么 手上没股票啊 卖掉了 难怪今天开心不起来 就是这样啊 对吧 我没说错吧 因为有人在唬烂嘛 说什么什么 什么端午变盘啊 什么日后拉回啊 什么这绝对要放空啊 拉回来打第二只脚 准备再破滴啊 讲一大堆 当然我讲一句实在话 我尊重每个人分析的论述 每个人都有看多看空的理由 但是以今天来讲 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 你昨天留空单 今天有赚钱吗 你昨天留多单 今天是不是赚钱 我常常讲一句话叫做价位代表一切 对不对 那每个人当然都可以有自己论述的基础 如果你跟我讲说你周周放空都可以赚到20万 我没有意见 你可以去试看看 但是有没有你心里知道 有还是没有你心里知道 真的啊 答案在你心中啊 有的时候做错边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你输掉那个钱 做错边有的时候最大的损失在于你错过了一个机会 对不对 像这一次就很摆明嘛 这个外资 外资没有在 外资也不认识区缘啊 对不对 你有看过老外资粽子没有 外资的券商啊 就是在那个端午节的时候 拿个粽子给他吃 那有的时候很多外资券商 实际上下单的人 他根本不在国内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的这个基金的 这个所谓的操盘人 他其实是在国外 他下单到远东的时候 他其实只是告诉他的第一个交易员 那那个交易员才在国内 搞了半天很多人来买台湾的股票的外资 他可能根本压根连台湾都没来过 你还期待他懂不懂什么叫端午便盘 谁管你啊 谁管你 他搞不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端午节 哪一天放假他还问低了说 奇怪为什么今天没有台盘 应该说拍谁我们今天放假 所以我说这个过去老观念就算了 那回到我们正题当中就是 被嘎空事小了 错过一个机会问题才大 因为错过一个机会你要等好久 所以我们说交易策略是用来避免人性商的盲点 人性商的盲点是什么 大部分的人误以为 涨上来了以后 因为已经涨了这么多 所以他就会跌下去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这逻辑对吗 因为已经涨了几百点 所以就应该要跌回几百点 这逻辑对吗 完全不合逻辑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再讲了 但是我说这个你有可能看错 比方说你认为说下降压线不过 你原先判断是这样 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你错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认错 买多吗 那这时候第二个人性的盲点又出来了 可是老师啊要放假了 一放放四天 我干脆等到过完这个端午节再来买好了 这就是人性的盲点啊 因为你这样想 所以外资就故意拉这边 让你端午节之后只能追高 可是如果你用正确的策略呢 假设你周周20万 假设你的策略是一个礼拜要赚20万 那你就会说这个礼拜不管如何 你一定会出手啊 你就不会被嘎空啊 因为就算是下跌 也证明了市场上还是有反弹的股票啊 有没有 有啊 当时下跌的时候有没有股票 有啊 对不对 那何况是上涨的时候 对不对 何况是上涨的时候 那当然就 我们讲就更多了嘛 那但是重点来了 我说 真正的赢家的想法是 主流股在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的时候 它会换 因为主流股在年限附近嘛 当时在这边嘛 你从低档反弹上来 第一时间因为年限在上面 所以你跌升反弹 修正复乖离 只要跌升的股票都会涨 第二个阶段你上了年限 你如果还要继续涨 你要赢人家 你就必须拿出基本面 所以来到第二阶段 我们看到很清楚 这一段是任何跌升反弹都OK 包括宏达店在内 这一段往上 你必须拿出五月营收 所以这里往上 要再赚到大钱的股票 叫做五月营收的概念股 就这样就好了 我论述的重点在这里 分界点叫五月营收 在年限以上可以继续走的股票 它要有业绩 在年限以下反弹的股票 它只要跌升OK都可以 那你会发现我这样做实用多了 你不觉得我比较务实吗 因为不管怎么说 你股票都是要做 所以你在那边猜端午会不会变盘 没有用啊 要这样大部分的人 都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 六月MSCI 到底纳不纳进中国 六月到底FED会不会升息 六月到底 一人是鹰派还是鸽派 六月到底美国数据如何 川普会不会当选 安倍晋三的剑为什么没有用 市场上其实我说 很多投资人对于这些 国际性的大议题 那我说 你愿意去了解学习 我觉得很棒 可是 就像我常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想想看 你的功课都还没有做完 你的功课是什么 来股票市场当中 你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赚钱 你今天手上20万都没有赚到 40万都没有赚到 你60万都还没有赚到 你就去研究那些课外读物 这样对吗 能够让你赚到钱的方法只有一个 买到一档对的股票 它还没有涨 但是明天会涨 这就对了 所以你90%的脑力 你都必须花在个股 我告诉你做股票 永远就是个股 个股 个股为上 百分之百 个股为上 至于你其他的那些东西 政策 税制 资券 价量 它都只是一个在辅助你而已 我说 像我跟我们观众分享一件事 你为什么会去注意那些不重要的事 那对于这个世界上的财经 当然这些都是大事 但对于操作上来讲 它不是大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事情就算你全部明了了 你股票做错还是赔钱 对不对 那当然就有人跟我讲一句话 可是老师 如果大方向抓对了 如果在主身段当中做多 是不是股票比较容易选到会涨的股票 你这句话是对的 我认同 但是我现在要反问你一个观念 如果你选的股票 要等到大盘大涨 它才能够帮你赚钱 你觉得这种股票 有投资跟选择的价值吗 在我看来根本没有 你必须要等到大盘涨 它才能够涨的股票 完全在我的观念里面 没有投资的价值 为什么呢 那表示你的命运交给别人 你真正应该投资的股票是什么 什么叫股票 不管别人涨 不管别人跌 不管谁当选 不管这个地方有没有升息 不管A股有没有进入MNCI 管你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这档股票都要涨 那才叫做真正的投资 否则你干嘛选股 否则你干嘛学习 对不对 我这样讲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重心放在 如何选到现在的主流股 那我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对不对 在这之前 我选择什么 跌升反弹 在这之后呢 我选择五月营收 就这样子 我不会花时间跟你浪费 安倍晋三 夜轮 歌派 音派 FED 对不对 跟你讲的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懂一样 可是我们看到 我做的动作是 五月底的时候买Tint 好 那我们来看 盘面会告诉你 你做的事情对还错 就像盘面永远会告诉你 下一步动作的答案一样 买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到 五月营收公告 2.2亿年增率130% 证明我们买对了没有 当然买对了 五月营收要什么公告 要六月才能公告 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做布局 这逻辑对不对 接着股票呢 它就慢慢缓步的往上涨 一路慢慢攀向新高 证明了什么 答案已经出来了 五月营收是对的 当你做了第一件事情是对的 不用客气 继续哄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观点 原来全部都放在这里 那你看现在大力光嘛 它又准备创新高 现在的关键在于 它能不能过前高 那这一段跌幅的一半 已经收复回去了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讲 指数已经没有什么 下来的空间了 因为外资手上有大力光 加上台积电 它的控盘太简单了 对不对 很简单啊 这两档股票就决定了指数的生死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科娜 这一波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一样五月营收拿出来 年增率60多% 一路创高啊 证明了什么事 证明了这个做角是对的 你就是挑五月营收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负面的例子 宏达电 强入宏达电 今天挂应该跌停 那原因在哪里 也是五月营收啊 五月营收公布67亿元 虽然是比全几个月好 但是呢距离市场预期的百亿 还差得远 直接灌跌停 那重点来了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倾听盘面告诉你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叫做什么 你营收不好这里长不动 这第一点最重要的嘛 第二点 当你看到宏达电 跌停的时候 你是落井下石呢 还是你安慰自己 所谓的安慰自己就是前几天追到高点 拉回告诉你还是买点 对不对 那是君子还是小人 你自己想哦 第二种叫落井下石 你看吧 没有基本面 VI也不知道贡献多少营收 印炒做的股票 迟早往下 这叫做落井下石 那哪一种是伪君子 哪一种是真小人 你心中自己有答案 但在我看法就不一样 为什么呢 当我看到这个讯息以后 当我看到这个现象 我的脑中反而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这叫真正的赢家 这一波有人 宏达电赚了大钱 你不可否认吧 可是今天看到五月营收是不好的 灌了一根跌停 代表怎么样 钱跑到别的地方 投资朋友你知道 我要讲个重点了吗 我郑华 从来不会去奚落别人 我也不会跟人家嘴上论战 我也不用去嘲笑人家说 你看吧 宏达电迟早有一天会怎么样 都不必 如果人家赚钱我就祝福他 如果人家赔到钱 我会安慰他下一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永远只有一件事 我在心里想的是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宏达电这一波反弹这么高 是不是有很多人赚了很多钱 今天他们看到五月营收不如预期 把钱挪出来了以后 他们可能大赚了十几亿都有可能 那这十几亿钱会跑到什么股票上 如果你抓到你就下一波赢家 对不对 我讲的对不对 如果你因为营收不好而离开一档股票 显然你会跑到什么地方 营收好的股票最有可能 所以你看赢家真的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赢 为什么我跟你们老师不一样 对不对 我的想法永远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下一次机会在哪里 你的二十万在哪里拿 所以我们说回到林小姐她当时问的 我耳边再度想起这个问题 我现在进场还来得及吗 这仿佛是全国的观众在问我的一句话 我一样回答你 当然来得及 而且刚刚的好 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 我们今天呢 顺势就利用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这一次五月营收的 概念股布局之后呢 我们持续来做布局 首先第一档 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家经 先在这个地方 恭喜今天早上的朋友 果然一买就往上走 那现在我就开始跟各位论述我的重点 我常说 你看到我们的节目 有的时候你不要光想着 我们在论述我们的绩效 有时候不是这样 我来跟各位分享的其实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一种观念 什么观念呢 就是说你先不要去管我们买进去以后 它股价的走势 你先去思考为什么我正好会做这个动作 第一点 为什么家经在今年一月份以后 开始营收会大要紧 从去年啊 你可以看到三千多万四千多万 一口气跳到今年都是两亿以上 为什么 老师这个营收怎么增长七倍到八倍 那大家都知道家经的新闻嘛 它并了一个和累的累经厂 所以你把那个累经厂的那个业绩并进来以后 灌在你的业绩上 二合一业绩是不是大要紧 那照这个逻辑来看啊 你很简单嘛 一二月工作时间数比较少 两亿一千多万嘛 三四月恢复正常 是不是两亿四千多万 那理当来说五月有机会怎么样 还是一样站在高纲上啊 因为你是并进来一个新的厂房嘛 所以我们来看到 这种情况下 而家经在当时反映完这个消息以后 他已经回到右下角的起张点 你在这个时间点 有机会跟当时这些人成本一样 那我就顺势把握啊 逻辑对不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我细腻的动作了没有 在这整个环节里面 我的脑袋只想股票 我不会去跟你想大盘量 转折什么那些东西 除非你做指数那另当别论 如果你是一个做指数的朋友 你可以好好的研究指数 那是OK的 研究每天短线的转折 研究上上下下 我都没有意见 但如果你是一个做股票的朋友 你说你在研究指数花半天时间 我就觉得逻辑上不太对 第二个就是说 你针对一档你没有操作的股票 不断去研究它的产业 你的意义在哪里 你还不如去思考 下一个机会在哪边 你可以赚到20万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刚刚用三个例子来告诉各位 营收好的公司它会涨 营收不好的公司往下掉 所以最好的方式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营收有可能维持高档 或者是营收有可能让你跌破眼镜 可是股价还没有涨过的股票 是不是最好 因为你看 宏达电今天反应之后这么激烈 主要也是因为它之前涨太多 涨七八成了 它如果今天股价的低档 说真的它五月营收公布也不见得会跌 所以买低档刚转强的股票 而营收有机会表现良好的 是不是就是目前的答案 对不对 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跟你分享 真的很漂亮 今天真的很漂亮 那下一档股票我们来看 中继整理以后拉出第一根 营收有机会往前面挑战 为什么你知道吗 有一个产业 它最近转机很大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我现在来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iPhone以前你们买128 现在要转到256 很多人会越买越大 对不对 它又不能外接 那iPhone7要出来了 所以记忆体需求量大增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张股票 最近拉上来 尤其是今天 转折第一根 非常重要 我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现在定下你的目标 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来跟各位分享 我们金钱到准备了20颗 肉重标股 那这20颗我告诉各位 很简单 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要 那这张股票 我就是要买了以后 要报端午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5月营收 你放假这段时间 还在持续公布 所以无论如何呢 这张股票买了以后 我会报到下个礼拜 那我刚刚也讲过了 好的股票端午节以后 可能直接就喷了 所以明天是最好的进场点 尤其是如果你明天 买在平盘附近 而尾盘拉上来的话 你会先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非常的希望 投资朋友们 把握你自己的机会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不来拿 我也一样会进场 那你来拿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 在低档进场 所以你今天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微下回来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嘴嘴 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不豪 好 大华国际投资 二三六二 八零零零零 大华国际投赋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随便电话 来欢迎回来 现在是实现周周二十万最好的机会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摆明了 要嘎空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做法 只要是掌握到对的逻辑 你看惊鸿 就非常明显 这个一进场我们看到就有很多的朋友 一次就达成他的目标 一次就达成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目标 叫做二十万 那我们来看到训言 这是六月翻倍班 当时的价格呢 刚进场以后所涨停 那买在第一根的好处在哪里 我们来看到 第一根在工涨停的时候 你的成本就比人家低 当行情达到二十一块四毛的时候 你手中的利润已经超过了你的风险 我们来看到二十三块五毛五的时候 你已经达成你人生当中的第二个目标 再创一个新高的时候 可能已经达成了你三个目标 对不对 这就是好处 这就是买在起步点的好处 因为你买在起步点 你就跟着一路飘上来 越报越高 对不对 如果你有买进 有报到现在的话 一定是这样 那你没有买或是你没有报到 那另当别论 那所以我们来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好机会 务必要把握 就是说全新的一段股票起来 那今年来讲 进入主生段之前 一定会有很多新的股票 在第一档准备转强 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来考位 当然是最适合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 像荆州这些股票 找完第一段以后它都有拉回 那可是当时因为投信买了不少 那日后会不会再去把它救起来 大家就可以来做观察 我们来讲的就是说 第一段有涨到 那正在做进行整理的股票 比方说像红色 我们这一次的代表座之一 那另类的苹果概念股 你所不知道的 那这家公司当时我们盖牌 很多人都猜出来 做连接线器组 为什么会有苹果的一个概念 因为插了它的连接线 你的荧幕可以变成一支大iPhone 光听到这个新闻 光听到这个题材 我当时兴奋的不能自己 带了我们台北台中高雄新竹嘉义 所有的朋友 好多朋友一起跟我们一起 蹦蹦蹦三根上来 你的目标都达成了 对不对 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注意啊 你就是要在这种时候的布局 拉上来蹦蹦蹦蹦 一直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好机会 那你想不想要跟我们一样 在发动之前就先做一个布局 所以投资美们 这一颗肉重股票 你务必要好好把握 因为明天我会带他们进场 那你最好是早点来 你早点来 你不要说十点以后 搞不好股票拉上去都涨停了 好那我们来看到像红硕当时一样 难道你不想拥有下一档红硕吗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展宇 展宇的话代表了就是说 运动携款当时的股票 很多跌为一段 可是它的股价其实很低 而且它刚挂牌 所以你看他跟立琴那些百合 就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 反而在这个地方又转强 那我的看法很简单 这只是表示说资金的轮转而已 同样一个类股 它资金也会轮转 比方说有一个类股当中 某一档股要涨很多了 像汽车股好了 它的钱会不会挪走 移到下面去买一只便宜的 一定有这种人 但是我告诉各位 解盘不如赚到钱 你只要掌握到这种逻辑 其实赚到20万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次20万一档20万 不贪心的反而得到全世界 所以今天跟全国来分享 五月营收的超级黑马股 正式登场 掀起端午节前后最高潮 明天我们会进场 那么准备20个名额 你拨电话进来 我们愿意跟你分享这档股票 让你先进场 所以我们准备20个名额 肉中标股给来电的朋友 先拿先饮 见责有份 那么我们明天10点半之后 准时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用御分枝 吹记听 请用吹记听 无分枝 无分枝 不好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小玉 要不要出去玩 小丸子 不行 我要照顾爸爸 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 老板又没有提供劳报 没钱付医药费 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 我该怎么办 赶快去找 法律辅助基金会 有律师会帮你解决问题 全国预约专线 02-6672-8282 法律辅助 安心辅助 司法院关心您 莫非是情书 在下不需要 请别再来啦 是的 我知道 未记录 并将停止利用你的个资行销 接到银行电话行销时 表明您的意思 就是维护您的权益 若不愿意接受行销 应明确拒绝并告知 您是否有充分的